元宵节 元宵也因文化上的差异 每个地区的元宵节有所区别 早年各地在元宵节 普遍有银鼓仔灯的习俗 灯在台湾民间 具有光明与天定的含义 点燃灯火有照亮虔诚之意 且台语灯与丁 咸音代表生男生 而随着时代的变迁 已转变为现世主办的 大型的元宵灯会活动 元宵也有文化娱乐的活动 例如吃元宵也就是吃汤圆 传说起源于春秋末期 有团圆美满之意 还有菜灯米等 另外也有信仰性的活动 例如走百病 淘彩给侯安 走百病的参加者多为妇女 她们结伴而行 或走墙边 或过桥 过走郊外 目的是去病除灾 而希望婚姻美满的女孩 会在元宵之夜 到菜园里 偷摘葱或青菜 期待未来的家庭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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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项 你 握事